在香港校园小朋友的脸上都戴起了厚厚的口罩 由于H1N1疫情持续扩散 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学校也请了儿科医生为孩童进行流感防疫 披风仅仅从去年年底爆发的流感疫情 至今已经造成64人死亡 最近气温变化大 因为流感疫情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超过10人 目前爆发流感的学校七成是幼稚园 而全港大约三分之二的小学都参与了 到校接种疫苗计划 不光是香港 日本也爆发严重的流感疫情 还传出一名女员工在上班途中 因为身体不适不幸坠落轨道死亡的意外事件 三处疗养院集体感染 还有一名十岁男童因为流感并发脑炎过世 据日媒报道 这波H1N1流感将会在最近两周达到高峰 临近农历春节提醒有计划 前往日本和香港的民众流行疫情 注意防疫 记者万少安报道